四夫水利教最后既行行个发表会 这几年来 四夫水利教在地水、清水、井水的建设方面 都交出很多优秀行个 也对着不同地方的地形优势 有不同的地水企业 水利教就表示 未来也是的至少努力 让台南不只是带入营水的痛苦 没有良好的生活的环境 这几年来 四夫水利教是以以从地水作合 来降低营水的风险 和推动污水下水道来达行净水的进策 高清水是以应责心态水化的目标 来专与达着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 也对着不同地方的地形优势 有不同的地水策略 在国风的努力之下有很好的性格 98年当时莫拉克 水利署有做了一个比较跟分析 也就是说在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南平地的这个雨量 大概是接近这个 24小时600mm 但是它整个淹水的面积 大概有5万5千公顷 那这一次的0823 单单我们的麻豆 24小时就达到717.5mm 这样子的降雨量 但是整体台南市的这个淹水的这个面积 大概已经缩到只剩9千多公顷 所以依照水利署 它的分析跟评估 这几年 将近10年多来 我们持续的这些治水的努力 还是有发挥了相当的成效 对着英空国的部分 大白的分红桌 已经抽水栏的完成 是让报名地区有更好的保护 另外目前有最下水的用途 让食工素已经超过12万河了 是一款这下边进行的两杯 其他未来头过的伺候的伺候努力 可以做食工素再加倍行动 让严重无量的河段 缩底一半 提醒市民的生活品质 基加成一域旗舰护 彩虹波德